他们进去多长时间了 得有二十分钟了 做个X光要这么长时间呀 X光石有个侧门 这有个侧门从这也可以出选 看看 看看 那这个侧门可是我们监视的盲点啊 是啊 这 队长 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林雄波想从这个侧门捣走 好 好 李公的机会到了 不能等 出发 是 先看了 走 一小队的人负责把守医院的每一个出口 进出医院的人必须严格检查 发现可疑的马上逮捕 是 是 二小队的跟我进去 是 是 出诉 是 队长 里面没人 瓦里三尺要给我找出来 是 你们几个 从那个门追出去 跟我走 站住 是 是 memlumun 我叫你叫你叫你叫? 你叫你叫我叫你叫 走 高娜 映队长 你这是要抓我们吗 对对对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那个 我们正在追捕一名要饭 结果他跑到医院了 兄弟们正在四处地搜查 这个房间都是自己人哪 真是太巧了 看你们这架势 不知道的 还为你们过来专程抓自己的 你瞧马医生说笑了不是 难道不是吗 整个医院都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的 这里都是病院 你们这一惊一乍的 会严重影响病人的心情和康复的 对对对 您说得对 我会约束兄弟们 如果找不到犯人就不找了 一定不能影响医院的日常工作 好 那你们忙 你们忙 这这这 好 人呢 熊哥 你没事吧 伤口恢复得不错 骨头也没什么问题了 这样 我待会儿还有一个手术 可能要先走 谢谢医生 老板 怎么了 你们现在不能走 外面有很多特务 不是说已经都撤掉了吗 表面上是撤了 可是他们在医院里 布置了很多便衣 那现在怎么办 这样 你们别紧 我都有准备好了 你们这样 好好休息 别着急 马医生 我相信你的医术 我不着急 那我先走了 熊波 再吃两口吧 我累了 那我扶你躺下睡会儿 不用 行 那你就先休息一下 我给你讲讲过去的事情吧 你就靠在这儿 闭着眼睛听我讲就行 连续两次计划失败 邓远达渐渐明白 敌人远比自己想象的狡猾 要想顺利逃脱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 邓远达并不后悔 假情报已经产生了效果 老百姓和独立团 都已经成功突围了 自己所有的牺牲 都是值得的 他相信组织不会放弃 对自己的营救 老朗 我有一种预感 软平心会成为 我们旧登连达最大的障碍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邓远达和林雄波虽然长得很像 但严刑举止 生活习惯上肯定是有差别的 软平心和林雄波是恋人关系 这时间长了 肯定会发现破绽 所以他在医院多待一分钟 邓远达就多一份威胁 我们要尽快地 把他从邓远达身边弄走 这个软平心虽然可恶 可还没到那种 最大恶解的地步 我们总不能把他给杀了吧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能让软平心离开登远达 什么方法 要想让一个女人 离开他心爱的男人 这最好的办法 就是出现另外一个女人 什么意思 如果林雄波有未婚妻了呢 未婚妻 对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 这个未婚妻呢 只妇为婚 家族联姻 不得不结婚的那种 她跟软平心之间呢 也就是玩一玩 林雄波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这个理由在他身上 绝对能站住家 可我们上台去跟他 找这个未婚妻啊 还得要满足 只妇为婚 家族联姻这些条件 我 你 对 为了让邓远达 顺利地完成任务 我们调查了 所有林雄波的资料 林雄波 上海人 父母双亡 家道殷实 靠着父亲生前的一些朋友 他进入了情报处 去年年初的时候 他掉到了郑州 他跟软平心之间 也就是这一年的事吧 那你是 我也是上海人 我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 跟林雄波的家庭门当户对 就算是费私心去调查 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老老 如果我以林雄波未婚妻的身份 出现的话 即使软平心不走 我也可以名正言正地赶他走 只要等于他稍微配合一下 我们这件事就成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老老 现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书弟同志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们大家都很迫切地 想把邓远达给救助 可你这个妄案太冒险了 目前只是邓远达一个人 在敌人手里 现在你又要把自己给送进去 老老 别说了 我不会同意的 熊波 你还记得这个八音盒吗 这个八音盒是你买给我的 你买了两个 你说你一个我一个 当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看着他就能想到对方了 我真的很多事情 都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 我慢慢跟你说 你总会想起来的 熊波 你看 请进 废叔叔 你来 睡着了啊 医生说他身体太虚弱了 让他躲午床休息 那是肯定的 这受了这么重的伤 当然得好好地休养一下了 来 坐吧 这熊波是我的爱情 这我本打算一早就来看他 真没想到公务缠身 现在再抽出时间过来 废叔叔 您客气了 我替熊波谢谢您 对了 我这刚刚一来就听说 是硬队长抓捕逃犯 冲到了你们这间病房 惊扰到了熊波的休息是吧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是是 品心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怎么会呢 硬队长是公务在身 我怎么会怪罪呀 那就好 对了 今天检查 大夫怎么说 熊波什么时候能康复啊 大夫说 熊波的外伤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他脑袋里面的晕血 压迫到了他的神经 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想不起来 大夫是怎么说的 大夫说是失忆 失忆 现在熊波他连 他连我是谁也想不起来了 连你都记不得了 那 那他怎么还记得任务 记得情报来源呢 这个医生也说了 说他这是选择性事宜 有的事情记得 有的事情不记得 原来是这样 对了 这大夫也没有说 他这种病怎么治啊 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只能让我没事多给他讲讲以前的事情 带他去熟悉的地方转一转 这样有助于他记忆力地恢复 所以你就从家里带来了这些东西 是啊 这些都是我带来的 我现在没事就给熊波讲讲以前的事情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应该的 应该的 明星啊 这最近共产党活动猖獗 我担心他们一旦要是知道 熊波住在这里恐怕会来报复啊 毕竟熊波从盛城县取得了情报 由全身而退 所以这医院也不安全啊 那怎么办 废叔叔 你一定要想办法呀 想办法保护熊波的安全 那是当然了 你放心 尹队长 你多带些人留在医院 专门保护冰心和熊波的安全 是 我马上安排 谢谢飞叔叔 你好好地照顾他 也别把自己累坏了 也要照顾好自己 好 飞叔叔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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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您要的那个示意的资料 我都准备好了 马上要给您送去呢 你这要给我送去呢 你这不送 我只能自己来取的 对对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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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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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对对 在在 在在 在在在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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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都准备好了嘛 你跟他唱的那是什么 还挺好听 我唱的是 赵氏孤儿啊 讲的是一个叫成因的大夫 瞒天过海用自己的儿子 李戴桃江换下赵武 将他抚养成人 最后报仇血恨的故事 刚才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 赵氏孤儿啊 我不是问这个戏的名字 你刚才说的那个成因 他干了什么 他瞒天过海 用自己的儿子 李戴桃江 替换了 瞒天过海 李戴桃江 没错啊 有意思 很有意思 初长 你也喜欢听戏 那改天我给你安排 听别人唱有什么意思 我给你唱一首更精彩的 你跟我来 初长 没想到咱俩还是票友嘛 好 李戴桃 你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你 我 什么问题啊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没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键点在哪儿 今天没想到被你的一出戏 给我唱醒呢 有这种好事啊 好 你看看 纠缠暴露 电文矛盾 假情报 昏迷不醒 选择性失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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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得被软明星藏起来的 那半截电文吗 张定发来的 记得呀 说林兄波很可疑 后面就没了 那我问你 张定为什么只发了半截电报呢 这 这个我不知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张定应该是在发报的中途 以神殉职 你马上向郑州发报 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处长 他自然会有安排 是 所以这半截电文可信度最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一直没有排除对林雄波的怀疑 只是他后来身受重伤又昏迷 还带回来了情报 我恰恰就是被这些表面的现象 给蒙蔽了 出场 可是林雄波带回来的情报 是假的呀 来 坐下说 坐 这情报虽然是假的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纠战了又真的叛变了 林雄波又逃过了这一劫 确定情报无误 事故中途有变 我正设法胆长 正设法胆长 把刚才的录音多听几遍 跟纠战的手法做个对比 是 你听出了什么 发暴的人不是纠战 从何判断 纠战发暴习惯用左手 而这个人的右手比左手灵活 可是他偏偏用了左手 是想让我们认为 他就是纠战 还有哪儿 纠战每次发四这个音符的时候 都会有习惯性的停顿 而这个人也 确实也是太巧了 就像唱个戏一样 还有更巧的呢 这林雄波自从昏迷了之后 大夫是怎么救都救不起 可没想到他竟然 被一碗鸡汤给烫醒了 要不你非要杀他的话 你们就去救我 这醒来了之后 连羽他有过肌肤之轻的软冰心 他都不记得了 却记得情报 是纠战送给他的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这份情报是谁给你的 是交战 揽冰心说 这是选择性失忆 选择性失忆 什么是选择性失忆 那就是他记得的就记得 他不记得的他就失忆了 那这正说反说 不都是他有女的吗 处长 我还真查了 确实有这个病 这一直以来 围绕在林雄波身上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很难解释清楚 可他偏偏每次都能自圆其说 这总是给我一种 很别扭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我 我也觉得很别扭 可是又想不明白 这每次我一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那就是要出事啊 只是我一直苦于找不到 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在哪儿 可没想到 今天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什么钥匙啊 如果现在的这个林雄波 是假冒的 那么所有的问题 就都能解释清楚了 假冒的 这 这不大可能吧 这古代的成鹰 就能瞒天过海 李带逃降 那现在的这个林雄波 他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可 可能是可能 可是这两个人也太像了吧 这就是我们思路上的盲曲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围绕 在林雄波是否叛变的这个问题上 展开调查 却恰恰忘记了李带逃江这个事 这两个人长得像是有可能的 但是两个人的声音一模一样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而他来着什么 共产党抓了我之后 我吞了我冰影狐狸的鸭片 本来想以死来报销到过的 可是面不够 不但没有死争 反而还把嗓子给弄坏了 还有 这林雄波跟阮明星的私情 之前连我都不知道 他倒好 给我来一个选择性诗意 这就跟你说的一样啊 这就像戏台上唱的戏一样 按照处长这个思路 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可是这也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 这一般人不敢往那儿想啊 我们搞情报工作 就是要别人想不到的 我们能想到 别人想得到的 我们能想得更远 现在就是苦于 手里没有证据啊 要不然 我把他带回来再室上 不行 连你都说我的这个想法匪夷所思 只要让别人相信那么 我们手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处长 来必妥愚钝 请您指示 这先是受伤昏迷 然后又是选择性失忆 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的话 那么这个谎言 绝不是林雄伯一个人 能够圆得了的 所以他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而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人 给挖出来 是不是就有证据了 处长 您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您刚才给我讲的 这个肇事官当中那个救人的成英 是干什么的来着 成英是个大夫 您怀疑的对象是马医生 怪不得我这几天在医院蹲守 一个可疑的人都没有出现 原来最可疑的人 是医院里的医生啊 没错 就是这个马医生 他一开始上来就断定林雄伯 短期之内醒不过来 等林雄伯醒了 他又再次断定林雄伯 得了选择性失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次创击造成了他大脑瘀醒 所以就算枪伤致好 医血不除 他还会继续昏迷 继续昏迷 对 那是多长时间 这个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三天 也许是永远 而且这个马医生 有足够的理由 跟机会接触林雄伯 如果我的这个猜测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个马医生 十有八九就是林雄伯的同堂 你觉得自我恢复得怎么样 其他都还好 就是那个女人太麻烦了 这两天她一直在跟我讲 她跟林雄伯之间的事情 还给我看了很多的照片 她对林雄伯太了解了 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啊 就越别扭 我都担心永远 哪一天我不小心 会露出破绽 是啊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只能靠自己克服了 这样 尽量多听 少说 我明白 我一直在她面前啊 装十一 我都感觉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这两天来 特务一直没有放松对医院的坚守 看来费刺金还是对你产生怀疑的 组织上决定了 让你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养耗你的病 然后再执行营救你的计划 你先安心等一等 曙光就在前面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好吧 这样 我现在就到医院把它带回来 等等 怎么了 先不急着抓人 不抓 那 那怎么办 他们既然演戏给我们看 那我们也演出戏给他们看呢 演 演戏 我要演一出连环剂 既给这个马医生看 也给这个林雄波看 你过来 你回来 你回来去把这个马医生给他调过来 叫过来之后分析 您好啊 马医生 您是 我是随性公署行动队的 我们这儿有一位病人 需要您出诊一下 病人 什么病人不能来医院啊 我们这位病人身份比较特殊 所以还是想请您出诊一下 好 我去安排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啊 马医生 事态紧急 需要你立马跟我们走 车子就在门口 请吧 好 我跟你们走 熊波 你慢点啊 我自己来吧 医生说这样有 有理由恢复 行 那我不服你了 您慢点啊 没事 熊波可以下地了 看来恢复得不错 还可以吧 大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处长跟我说 这一边这边可能有共产党 让我过来看一下 保护一下你们的安全 真的有共产党啊 对 处长说医院里面有共产党 而且目标可以锁定在医生 护士 反正所有人都有可能 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吧 熊波 那我们先回房间吧 好 大春 我们先回去了 好 我回去休息吧 来 来 病人就在这儿 马医生 请务必救他 放心吧 我会尽力来如意的 体温这么烫 他是怎么受伤的 不该问的呢 就不要问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 哪儿不舒服啊 水 赶紧 他要喝水 你继续检查 我去倒水 这里舒服吗 帮我 真是在哪儿 冯波 尽力宾 你还记不记得 你最喜欢带我去的地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失忆了 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 没关系没关系 你记不得 我可以讲给你听啊 你最喜欢带我去 中原大戏医院看戏 还喜欢去豫州饭店跳舞 有时候还去煮风沙胆 怎么了 我这伤口怎么又有点疼了 你帮我去 叫医生来看看吧 奇怪了 往常这个时候 马医生不是该来查房了吗 我忘了告诉你了 马医生他被抓了 被抓了 说他是共产党 这可怎么办啊 怎么了 我 我是说他 他要是真被抓了 那我这病谁来帮我治啊 对啊 你这伤还没好利索呢 全抗马医生 他怎么会变成共产党 你去帮我问问孟副队长 看这马医生到底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还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你问问他 现在被关在哪儿了 有 什么时候有可能回来 为什么要问这些啊 那你得问清楚啊 万一他要是回不来 我得早做打算 再找一个好点的医生 给我看病啊 行 你别着急 你看好了 我心里就去啊 你别着急啊 马上回来 你快点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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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你得留下来 缺我她的病情安全 可是我刚才走得急 什么药品都没拿过来 这很简单 你开个药方 我派人把你买回来 好吧 从拿到纸条的那一刻起 马医生就快速分析了情况 病人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 怎么可能还藏得住纸条 现在看到军官的这副面孔 他更加确信 所谓的治病和纸条 都是敌人的试探 马医生突然想到 敌人将自己软禁在这里 他们的真正目标 一定是身在医院的邓远达 你提出了吗 人倒是还在医院 不过好像被关到楼上了 他 他 他真是共产党啊 大成说得挺肯定的 但是好像说突然也没有 省出什么结果来 所以上头的意思是说 先把人关在医院 等到晚上人少的时候 再送去二间 二间是什么地方 你连二间也不记得了 二间就是第二监狱 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只要是进去 别想再出来 这可怎么办呀 怎么了 我是说那看来我 真的得换医生了 熊波 你别担心啊 我刚才问过了 说这边有一个姓周的医生 医术也不错 仅次于马医生 你别着急 我等一下继续找找他看 看他能不能帮你看病 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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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愣神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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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想起点什么来了 真的 你想起什么来了 你 你 你刚才说 说我喜欢带你去什么地方 来这都是 宇州饭店 中原大戏院 紫禁山 对对对 去紫禁山打枪 对吧 你记得了 你以前最喜欢 带我去紫禁山打枪了 但是我不喜欢打枪 你就一直逼着我去 一说起这打枪 手还真有点痒痒了 好久没磨枪了呢 你想打枪啊 那你等着 我现在找大成去借把枪 我们现在就去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医生说了 说你这个病 就得到熟悉的地方 多走走 多看看 这样有利于你病情的恢复 你等着我 我先去找大成借枪 好好好 你等着我啊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邓远达有些乱了方罪 马医生被抓 这意味着 与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 自己没有任何渠道 通知组织老马被捕的消息 心机如焚的邓远达突然想到 晚上老马才会被送去监狱 但就意味着白天还有机会 他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救出老马一起逃出去 最近执行任务 少喝点酒啊 是 知道了 吃小油的胖成这样的一个一个 大川 必须 大川 把你的枪借给我试试 你要枪干吗呀 一把破枪而已 你借不借吧 枪 谢了 车钥匙 车钥匙也借我拥有 不是 你又有枪又有车钥匙 你抢劫吗 你别管了 快点 够好意思 我走了 少吃点 是是是是 进来 处长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从医院悄悄带走了马医生 随后对他进行了试探 但没有发现问题 这马医生 如果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那么他应该潜伏很多年了 这种人不会那么容易 就让你摸出他的底细的 对了 医院那么情况怎么样 好 孟大川刚刚来过电话 如您所想 在凌军波知道马医生被捕后不久 软冰心向孟大川借了一把枪 这么看来雨已经上钩了 处长英明 老印啊 辛苦你再跑一趟 去医院收网 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是 行不 你看 我借回来了 对对对 这刚倒的水 你忙前忙后肯定累坏了 喝点水吧 你这还病着呢 怎么能让你给我倒水啊 这有什么呀 你这忙前忙后跑着 都是为了我 我给你倒杯水 还不是应该的 赶紧喝吧 不烫了 慢点 慢点 你觉得好点就没了 好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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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副助长 应队长 没看出来啊 兴致挺高啊 就这点爱好 让前副助长见笑了 我这听着怎么有点 沙场点兵的味道 我就说嘛 前副助长才是我的知音哪 被你说着了 有行动 有行动 这不刚闲下来闯口气 怎么着 处长又给你压蛋子了 不是压蛋子 是摘果子 摘果子 有那么好的事 是啊 处长啊 把网都下好了 就等我去抓人哪 这次啊 呆的可是条大鱼 一些大鱼 有多大 男人 Até 感谢观看